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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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人工智能加上人类智能50年后 我们自己会成什么样 那我们把时间先拨回到2012年 现在大家经常讲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而这一波人工智能的兴起 实际上是从2012年开始的 2012年有两个非常典型的对比的事例 一个是Google X 就是谷歌的前沿研究部门 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大神 一个人叫做Jeff Dean 一个人叫做吴文达 吴文达后来就做过百度的熟悉科学家 他们两个在那一年做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工智能的项目 叫做猫脸识别 他们为了做这个项目 动用了1000台服务器 花了16000个CPU 才把这个项目给做出来 而在同年呢 当时全球最大的一个图像识别的比赛 叫做ImageNet 在ImageNet上呢 来自于多伦多大学的 Geoffrey Hinton教授的小组 夺冠了 而且第一次用上了我们新的 叫做深度学习这样全新的人工智能算法夺冠 甩开了第二名有10%的精确度 那他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实际上只用了两块芯片 就是两颗GPU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显卡 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两个之间的差距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背后实际上它是有一些暗流涌动的 我们是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才出现了我们整个人工智能的复兴 这些条件包括很多很多的事情 大家回想比如说我家 我家可能是在2000年左右买的第一台电脑 联想的电脑 那时候有好几个版本 低配的128兆内存的版本要9999 高配的256兆内存的版本可能要12999 大家想我们这20年 我们整个信息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的互联网开始进入到千家万户 我们移动互联网 连接到了每一个人每一个设备 我们的存储变得越来越便宜 我们的内存从128兆256兆 现在电脑上都是8G 16G甚至更大的内存 我们的芯片用原来的奔腾3奔腾4 后来到英特尔的库尔 后来到了英伟达的GPU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技术的线条在不断地迭代 而人工智能的算法说是新的算法 实际上这些算法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 90年代都已经出现了 但那个时候 为什么人工智能没有兴起呢 大家想一想我刚才列的这些条件 那时候我们的数据也存不下来 有了数据我们也算不过来 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的 单点的人工智能的突破 是整个信息产业非常非常多的线条 非常多的脉络 所以我们的数据也认为 我们的数据也认为 我们可以去尝试找到 我们现在科技发展中的一些脉络 从而推导出 是不是在怎样的一个条件下 我们未来的有一些必要条件可以具备 我们的生活将发生很大的改变 那到目前为止呢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了 大家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吧 比如说翻译 今天咱们现场有同声传译 但也有很多人在开发翻译笔 对吧 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做语音识别 来做翻译 来做识别 包括现在刷脸 对吧 我们看到很多的无人售货机 我已经不用再去扫二维码了 对吧 我直接刷一个脸 大家发现这效果还挺精准的 那大家生活中遇到最多的人工智能 实际上是推荐 比如说抖音 比如说投条 就是精准的发掘了你的爱好 然后把你想要的最适合你的内容 推荐给你 这样的话也让你更加沉迷在这些APP上 那但是未来的话呢 我们能够一直这样做吗 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 对吧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把所有的事情 都交给人工智能 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 之前呢有一本非常非常著名的书 叫做人类简史 是来自以色列的一个创销书作家 叫做尤尔·赫拉利写的 他后来呢又写了一本书 叫做《未来简史》 讲了讲呢 人工智能加上人类 我们以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他自己写到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谷歌和Facebook的算法 不仅知道你的感觉 还知道许许多多 你自己浑然未觉的事情 所以别再聆听自己内心的感觉 听听这些外部算法怎么说 等到算法不仅能知道 每个人的投票意向 甚至还能从根本的神经原因 分析某些人为何投这些票 又何必举行什么民主投票呢 那过去的人文主义 呼吁着聆听自己的内心的声音 现在的数据主义 则呼吁着聆听算法的意见 如果我们真的所有的数据 都被人工智能掌握 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人工智能所预测 那这个世界也就失去了色彩 所以永远我们只能把 人工智能作为人的一个辅助 我们还需要人在未来的世界中 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我们人还差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在之前的一本非常有名的科幻小说 刘思新的《乡村教师》里面 有一个乡村教师呢 他教了一些小孩子在学牛顿力学 这时候呢有了外星人到了这个地球来 随机地抓了一些小朋友去问他一些问题 经过了多番的询问最终发现 哇 这些小朋友竟然知道牛顿第一定律 竟然知道牛顿第二定律 然后进而他发现一种没有记忆遗传 相互之间利用声波进行交流 并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 只有每秒一到十比特的速率 进行交流的物种 竟然能够创造出一种5B级的文明 所以外星人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当然这也是这本科幻小说的主旨 因为我们人类之中存在着一个职业 叫做教师 但是大家想想 我们其实的生活是不是 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不方便 我举个例子 咱们跟别人现在交流 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如果能当面 肯定是打电话讲话 我们是最快的方式 如果不当面呢 其实打字是不是已经是我们最快的方式了 如果我们要发一个语音消息 其实别人听起来很麻烦 而且别人把这个语音再翻译成文字 可能又不足够精准 那这时候再想一想 我们现在想把电视打开 想把空调调高两度 或者想把空调调低一点 是不是我们还是只能够借助我们的遥控器 实际上人和整个的信息世界 目前是不够融合的 我们跟整个已经统治了人类的信息世界 之间的交互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 最快速度 也就是现在我们讲话的这个速度 对吧 那未来人类如果要进一步突破 是不是需要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事情呢 那这里我举两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在今年的年初一月份的时候呢 浙江大学医院做了一粒脑机接口的手术 他们找到了一位呢 因为通过车祸全身瘫痪了很久的患者 这个患者呢实际上身体都是健康的 但是呢脖子以下都是不能控制的 也因此这个患者 达到了一个非常重度抑郁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他们做了一个植入式的脑机接口 把电极插入到了这个病人的脑袋里面 并且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 通过脑电波直接预测这个病人的意图 让他能够控制这个机械臂 给自己拿油条 拿豆浆 拿可乐 甚至他们还专门开发了一个 适用于他来使用的麻将游戏 让他能够用脑电控制着鼠标去打麻将 然后这个病人就非常的开心 而另外一方面刚才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恐怖 对吧 我们要把一个东西打到脑子里面去 那清华大学也在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不一样的研究 比如说我们用脑电来打字 而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看到有很多 脑电开始进入到了我们的实际用途之中 比如说我们用脑电来监测你的注意力是否集中 我们用脑电来判断你的睡眠状态是否好 当你失眠的时候用一定的脑电波的刺激 让你更好的进入到睡眠 所以脑机接口有可能是我们突破人类瓶颈的未来的一个大的助力 那这样的非常fancy的这样一个方向自然也逃不过我们一个非常著名的企业家 那我们知道Elon Musk大家听说的更多的首先肯定是特斯拉是电动车 那其次呢大家可能听说过叫SpaceX就是这个发射火箭 Elon Musk说我死的时候我要埋在火星上 那Elon Musk实际上还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比如说Hyperloop超级高铁 我把高铁的轨道里面抽成真空 这样的话我在地上就能以两三千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去跑 那再比如说还有Boring Company挖洞 对吧我们挖一条非常小的隧道来解决城市的拥堵问题 那再比如它还有一个新的公司叫做Neuralink就是神经连接 它希望呢能够从手术到植入的机器人到材料到最终的应用一起打通 用脑机接口来复弄人类变成一个全新的物种 那它具体在做什么呢 它希望用脑机接口来把这些疾病都能够解决 最后大家发现实际上这些事情可能都是你的脑电信号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疼痛 疼痛是你的痛觉神经获得了一定的刺激以后 反映到你脑袋里的一种感觉 我们完全可能用一种脑电的形式去平抑下你的疼痛的感觉 你不用再吃疼止痛药了 再比如说癫痫 癫痫实际上是我们大脑里面的脑的神经细胞这样的突然的放电 然后它从一点开始扩散到你的整个脑子里面 然后你的身体就失去了控制全身抽搐 而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 其实已经可以做到提前15秒提前30秒 预测这个癫痫病人的病马上就要发作 这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脑机接口 给这个病人他要发作的部位一个电刺激 我们就可能帮他平抑下来整个电线的发作 再比如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也是我们老年人经常遇到的一种疾病 对吧就是我们手非常的颤抖 可能没有办法精准的运动 那实际上也是由于老化 我们脑袋里面部分的神经细胞出现了缺位 那我们可以去感知到人有一个运动的意图 通过一个电刺激这个位置 让人完全恢复完全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那实际上他可以帮我们克服很多的疾病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社会中还有很多的残疾人 中国其实有大几千万的残疾人 还有各种瘫痪的用户 其实我们的他们的身体可能都是健康的 那但是呢他们的神经发生了断裂 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人的神经给恢复起来 那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脑机接口 把你的神经信号连下来直接控制你的躯干 直接控制你的肢体 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 而如果发生了一些残疾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脑电信号 精准地控制我们的甲质 让它恢复原来我们真的肢体的90%以上的功能 甚至美国原来有一个公司叫做Second Sight 它就是希望通过脑机接口的方式赋予盲人视觉 它做出来一个能够大概做到30个像素 能够让盲人简单地感知到光的方位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再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也是全中国目前死亡率最高的一个疾病 叫做中风 实际上也是脑部疾病 对吧 我们的脑溢血等等的事情 所有的跟脑这些事情 我们都可能用脑机接口来解决 那当然我们现在感觉脑机接口还是一个非常的科幻 非常的遥远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我们离刚才想象的这一年 还非常非常的遥远 这边我简单地举三个例子 那第一个事情就是说真的要做脑机接口 那你得把东西打到人的脑袋里面去 目前呢我们通过了这个FDA批准的 就有一个东西叫做犹他针列叫Uter Rate 就是这样的金属针 我把这个非常微小的金属电极给打到你的脑子里面 但是它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咱们人体有免疫排斥反应 所以呢这个电极在你人体内存在半年以后 它的信号就会越来越差 直到捕捉不了你的这个神经信号 效果越来越差 所以我们要去实现脑机接口 我们必须要去实现 可以长期稳定健康的生存在人脑 跟人兼容的这样的电极设备 而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看到Elon Musk 最早晒出来的这个Demo里面 诶 它的小白鼠头上 竟然还插着一个很大的东西 因为它有3072个通道 它的脑电信号实在是太多了 它没办法通过我们的蓝牙 通过我们的无线的通讯传出来 它只能说我放一个USB的接口 给这个小白鼠头上 一直插着一个USB的导线 那我们人不可能一直像黑客帝国里面 真的在脑袋后面留一个接口插一根线 对吧 我们一定是无线的 无感的 安全的 那我们也必须解决掉这种通信的问题 而且在Elon Musk最新的产品里面 实际上它有一块钱硬币那么大 这里面更大的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电池跟充电的线圈 它必须让它的脑机接口 每天充一次电 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是不敢想象的 那真的我们要去做成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要在芯片层面 有非常非常大的突破 我至少一周充一次电 一个月充一次电 或者我有一个外挂式 对吧 我们充电变得更加方便 对人体更加的无害 所以实际上我们离想象的这一点 还差很远 但是这已经可预测了 所以呢 在MIKEY的一位著名的教授写的 关于未来人预测的另外一本知名的书 叫做生命3.0里面 它把我们地球上的生物呢 分为三个阶段 1.0版本就是生物的硬件和软件 都是大自然赐予的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动物对吧 我们的肉体是大自然赐予的 它们也是只有一些生物本能的反应 而没有智慧 而人类现在属于2.0的生命 就是说我们的硬件是我们基因赋予我们的 但是我们的软件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决策 都是我们后天学习和锻炼成了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2.0 而他觉得我们所有的生命 都需要经历一次最终的升级 升级称 不仅能自己设计自身软件 还能够设计自身硬件的生命3.0阶段 换句话说生命3.0 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最终能够完全脱衣进化的束缚 大家可能觉得这件事情还很遥远 但是实际上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苗头开始出现 那在2019年4月份 Nature自然杂志的封面文章 有一篇叫Turning back time 就是把时间倒流 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呢 开发了一套叫做BrainEX的系统 这套系统呢 类似于咱们现在急救用的那个东西叫ACMO 只不过它是给大脑用的 他们也开发了一种能够 替代血液的全新的灌注液 他们去屠宰场找到了一批 已经死亡4个小时的猪 然后把这些猪脑给接到了这一套系统里面 然后开动了这一套叫BrainEX 类似于ACMO的机器 经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 他们发现猪脑恢复了脑循环和部分的脑细胞功能 甚至能够检测到单个神经元的电活动 那大家知道如果有电活动 就意味着可能会开始有意识 那为了避免更大的伦理问题 他们在检测到猪脑发生了电活动以后果断的断开了系统 那这只是一环 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新的科技正在开发之中 比如说3D打印骨骼 3D打印器官 我们在未来很有可能能够通过提取你自己的干细胞 打印出来适合你自己的骨骼 不会排异的干 不会排异的心脏 当你衰老以后 你不再是需要等待一个跟你配型成功的人 去把他的内脏移植给你 而是可以用自己的细胞 去打印出来一个适合自己的器官 从而延长自己的寿命 那所以呢我们看到 我一直把人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归为三类 一个叫个体幸福 社会效率和资金扩张 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最大限度的 最高效率的利用好我们社会上的资源 找到每一个人的需求 人工智能目前也在医药的研发方面 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让我们找药的新药的效率提升了非常多 我可以预见到未来的二三十年 可能我们绝大部分的癌症 绝大部分的绝症 可能都变成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 而脑机接口可以帮助我们 遇到了一些不可抗力的 比如说车祸等等的时候 我们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来恢复起来 那我们人类最终去做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是无穷的 作为我们长沙人 我们能够做很好的消费 可以做很好的文化产业 我们可以做很好的工业 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探索星辰大海 因为我们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 好 谢谢大家